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红毯走成秀场,一句话冲上热搜,随性且自在的裤盖。 王一博头戴棒球帽搭配卷发,一身休闲细西装,脚穿白色运动鞋,就这么帅气且洒脱的出现在星光大赏的红毯上,果然是王一博的风格,不愧是酷盖。 果然红毯需要有王一博,这次的亮相,给人一种从没有过的王一博风格,他的这个造型换成别人,估计很难驾驭,可是到了王一博身上,那就是别样的精彩。 王一博上身的西装亮色西装来自于Celine家,更是春夏系列的全球首穿,确实很符合如今王一博的身份,他是穿Celine家相当有品味的一位,从未失守过,总会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。 都说他是行走的Celine,这次我们发现他更是行走的Celine,好身材果然是人穿衣服,凸显衣服的气质,王一博不愧是时尚圈颤抖的男人,一出来就吸引了这么多时尚博主的目光,果然是厉害。 不过这次的红毯,王一博走出了自己的气场,把红毯走成了秀场,上身的衣服都被戴飞的节奏,卷发配棒球帽的造型,一种斯曼南的即视感,自然吸引人的目光。 看到王一博出来的时候,现场主持人都提前激动了,好多人都说,王一博来了,快看,赶紧的。 看出来王一博的魅力了吧,就是不一样,让主持人都惊叹的男人,让摄影师们纷纷把镜头聚焦的人,自然是不一样的魅力所在。 没办法,这就是王一博,他所在即视热度,就是目光所及之处,这次王一博主推一个快,这是习惯性的风格了,多次的红毯走秀, 我们的王一博那叫一个能有多快就有多快,运动戏男生走路,都是带飞的,脚底都是踩着风火轮的。 不过这次的王一博,休闲风中带着一种别样的帅,更是在走上红毯后,给人一种撒爽英姿的感觉。 星光大赏这次红毯需要选择男人和艺人,结果在王一博这里,他却没有选择,在主持人问他选了什么的时候,他很果断地说,没有选,随便走的。 这话说出来,主持人愣是没敢多问一句,有种被气场给震慑到了感觉,不过都知道一点王一博其实在不熟悉的地方,就是很矮人,一般人不太容易接住他说的话。 说王一博不紧张,可能人家内心也咚咚跳个不停,只是没有表现出来,毕竟王一博还是一个稳得一笔的孩子,不能说太多,因为下一秒后他如果笑起来,那就是裤盖变奶盖了,反差感会很强烈的。 一看到王一博出现在红毯上,大步流星地走过来,那个气场果然不一样,好友型的一次出现,造型别巨强心,这次走出了秀场的感觉,自然冲上热搜不足为奇。 王一博新歌将至,网传今年是两首,摇滚与抒情齐了,很很期待。 王一博绝对是一个能够每年在跨年世界给到粉丝们惊喜的男人。 每一年,王一博的跨年晚会都会演唱一首自己的新歌,从2019年12月30日发布的《五感》到2020年12月30日发布的《我的世界首则》,到2021年12月31日发布念。 再到2022年12月31日发布《像阳光》那样,王一博已经连续四年在跨年之时给大家带来自己的个人单区。 演唱新区加上参加跨年晚会,王一博每年发布个人单区的日子总是那么固定,也总是那么令大家惊喜。 并且王一博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音乐创作,他都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惊喜。 然而,今年似乎有些不一样了,据爆料,王一博今年将会在跨年之际推出两首新歌,这也让众多粉丝产生了期待。 据透露,王一博将分别在12月下旬和元旦节后推出这两首新歌。 与往年一样的是,他保持了每年跨年时发布新歌的传统,但不一样的是,这一次的王一博似乎还给粉丝带来了额外的惊喜。 据了解,其中一首新歌将呈现摇滚曲风,这也是王一博首次尝试这一音乐风格。 摇滚音乐以其激情肆意,动感十足的特点,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 王一博通过这首曲子,将向观众展示他音乐上的多元化和突破性。 另一首新歌则选用抒情曲风,这是王一博一直以来擅长的风格。 抒情曲风以其质朴,柔情和深情的表达方式,触动着人们的心灵深处。 王一博借助这首曲子,将会展现出他温柔细腻的音乐感受力和独特的情感表达。 对于这两首新歌的发布,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和兴奋。 因为王一博的歌曲往往能带给人们不同寻常的感受和意义,每一次发布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。 相信这次的双喜临门,也将再次让人们见识到王一博的音乐才华和创作魅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博不仅在音乐上不断尝试和突破,如今的他可谓是影视歌三期艺人了,无论在哪个领域,大家对他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。 2019年1月17日上线的FIRE代表着炙热真诚的力量,3月13日上线Lucky代表着清新甜蜜与浪漫,无感诉说着王一博的真我内心,我的世界守则表达着王一博的坚持随心自在,念诉说着王一博的追梦同行温暖,像阳光那样表达着王一博的温暖与感动。 无论这次的新歌如何,相信王一博会以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,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持。 做事认真负责的王一博,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,那就让我们期待着王一博跨年新区的相继发布吧,相信这两首曲子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中的又一亮点,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感受与体验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带给我们的新音乐感受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谢谢。 字幕 李宗盛